我前面制作的胜利飞燕一号 你们一天就给干到了8万点赚 看你们这么给力 我当晚就给胜利飞燕二号先建好的文件讲 飞燕二号要飞起来的话 比一号还是困难特别多 动画片里面的飞行器 普遍都是踩牛洞的棺材板 反重力引擎 外星科技啥都有 我能力有限 就只会一些地球的现有科技技术 飞燕二号第一个大问题 它的机翼特别小 又特别厚 还没有异形 这样胜利肯定是特别差的 犯现实中肯定是飞不起来 机翼我还是改成了标准的寒魔异形 在不损失限生度的情况下 尺寸也放大了一点增加生力 第二个大问题 飞行的动力系统 飞燕二号的动力是内埋在机翼里面 这个我肯定是办不到的 只能采用飞燕一号相同的设计方案 动力系统放在机身尾部 这次换了型号更大的动力 80毫米含道推进器 单个有3.5公斤推力 安装一个就能达到需求 主炮底部和机身两侧进器 尾部喷出非常的合理 尾部也进行了一些气动优化 减少空气阻力 整体就是这个效果 图纸展开 CED排版 机关切割 老样子 你们点个赞来交换图纸 这不过分吧 图纸我分享在简介和评论区了 这些就是切割好的全部材料 纸箱比较结实 但是偏重 机翼和机身内部采用KT板减重 驾驶船细节结构比较多 采用三级打印保证象征度 主炮和喷口也是三级打印 设计了蒸飞机的纹理 特别有感觉 外表面容易磕碰损坏 用的就是强度最高的纸箱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组装了 参与说暂停 几次 10厘米 20厘米 好 15厘米 Queens 征 thoughtful 软米 企图 5厘米 4厘米 8厘米 20厘米 好 怎麼樣 是不是有点感觉了 再喷个环色的底漆 切个彩色胶带 你们就说 吉家他们的导演 是不是应该邀请我去做道具 现在先测一个 解决重量 电池已经安装了 多少 2400 比上次没有喷漆 重了5克10克的样子 现在推装比测试 来 可以过一的 过一 好了 现在模拟风洞测试 先测一个重心 走 这个2号感觉比1号更稳 比1号稳好多 就是伤力感觉小一点 接下来又到了紧张刺激的试飞环节 你们猜猜第几次才成功起飞 第一次试飞 手炮直接搭眼角吃素 通过之后就直接炸脚底下了 机头底部受损 还好不是特别严重 机翼主体这些都没有损伤 直接纤维胶大法 满血复活 第二次试飞 手炮状态是很好 但是飞机的胜利很差 船友们一直不爬升 就直接给拍菜地里面了 机头的内部结构基本上稀碎 没办法 只能回工作室维修加固 再一次满血复活 总结了前两次的问题 胜利飞燕2号机翼面积小 胜利小 感觉手炮是很难起飞的 我们决定尝试一种全新的起飞方式 和模拟风筒测试一样 车载起飞 汽车跑到胜利飞燕2号的巡航速度 直接理所就行 这种方式作为保险 这家胜利飞燕2号 再炸几次基本上就要报废了 没办法 只能采取这种方式起飞 把点位瞧 先机关通常走一个 速度不敢降低了 差失速 这个一点点大的机翼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右转 超低空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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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一下能不能整动作 现在油门也是全满状态 油门全满了 顶不动了 左转 抠翻 大概率会拉不动 试一下 哦 抠翻 拉不动 哈哈 机器太小了 舵面特别小 很滚应该是可以的 到头顶上来一下 滚 然后 浮冲 再来个浮冲 再来个浮冲 他爬升很慢啊 这个 阻力大 升力小 哦 哦 哎呀 肚子还能动 有没有把大妈的萝卜砸坏 哦 砸坏了一个 飞行五毛 这萝卜多少钱一斤 五毛应该不够吧 哈哈 啊 就赚到这个鼠子 鼠子都带下来了 坐船 弹射成功 坐船已经弹射了 这家升力飞烟二号 总共飞行了两个起落 共飞行五分钟 前面还破茧过一次 二号的机动外形 确实不太利于飞行 以现在的情况 全程必须满油门 飞行时间两分钟 没有反重力推进器 真的很难搞 除非把基因面积再加大 还要优化气动阻力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试一试 顺便再问一下 南天门计划 有多少人想看 还是点赞过八万 我就给你们也安排上 第一个安排什么机型 白地还是旋女 打在弹幕和评论区 最多的先启动 胜利飞烟二号都起飞成功了 南天门计划对我来说 难度也不大了 至少启动外形 比胜利飞烟二号要合理特别多 以上就是这一次 胜利飞烟二号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点赞和关注支持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我是布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